行了,咱们是一家人,现在是要想办法对抗外敌 不是说过了,欠的钱肯定会给你们的 我怎么不记得你欠我钱呢,姐 小义,我们都以为你 是我不好,给家里添麻烦了,我爸呢 他在楼上会一室呢 你们休闲 三千万就想收购楚家所有产业,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楚老头,我告诉你们,三千万不少了 你们楚氏集团业务停摆,债态高筑,根本就不值钱 要不是你们恶意做空,我们怎么会破产 瞧你这话说的,当初你们如日中天的时候 不也会低价收购别家企业吗 不老弟说的不错,你们楚家没戏成了,就认命吧 我也是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才愿意出资收购 就是,再过几天,怕是一千万都不值了 够了,够了 说的如此冠军堂皇,实际上就是趁火打劫 你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打劫,你能怎样 哎哟,天山,你好大的口气 楚言王 儿子 他竟然还活着 你们几位继续,我今天就是旁听的 楚大师,我,我是受小人蒙骗 他们都说您已经陨落了,不然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做这事啊 我该死,我闺蜜心跳 这,你们二位,还要继续收购吗 儿,今日,既然是楚大师一家团聚的好日子 我们就不打扰了,改日再登门拜访 先别急 你们俩的事一会儿再说 先跟我的老熟人算账 古天山 在 你三番五次对我图谋不轨 我本不想和你计较 但这次竟然还想谋害楚家 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 楚大师,您大人大令,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我,我这就滚 想跑 你允许了吗 你,你要干什么 再一再二不再三 这次,就让你付出代价 这 乌德,鲁飞,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巫师集团,愿封商全部股权,成为楚家分公司 我鲁家也是 好了,滚吧 小人告辞 小,小义 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 爸都要担心死了 爸,我没事 您的手势怎么回事 那日,唐家派人掳走了小木和婉配 你父亲上去阻拦,也被他们打断了手 唉,还是我无能 保不住你们,也保不住楚家 爷爷,这不怪你 上次是我太忍死 看在妈的面子上,放了唐家一条生路 那你这次是打算 去龙都 将唐家和他们勾结的帮凶全部铲除